看到何游君和西梦瑶疯狂夸赞孙承潇做饭好吃 才明白金沙为何被拳王吐槽母子恋也不愿分手 我真不敢想象你能做屠国鸡 好厉害 这样很难做的 看着就诱人 何游君边吃边夸孙承潇这么多年的冤屈终于洗白了 他和金沙上节目之初就曾说自己能做53天不同样的饭菜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金沙被不值钱的菜给打下 甚至还有人扒出孙承潇买的是玉制菜 但事实上孙承潇是真的很会做饭 节目中虽然他性格内向不爱讲话 但是心思细腻 孙承潇早上7点就起来做饭 花了三个半小时只为了嘉宾们能吃到家乡特色菜 因为哥哥姐姐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特意为哥哥姐姐们准备了他们的家乡菜 每个嘉宾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特色菜 给来自澳门的何游君准备了扑活鸡 湖南的周一围有香气的土匪 而东北来的王燕林也杀猪菜 给来自乡党的吴千鱼准备了醉皮烧肉 甚至为西梦瑶和朱丹还特地准备了对口的江浙菜 我心沸腾红烧肉 对 江浙菜 我们的 更难得的是菜的味道也是真的不错 何游君作为豪门之子好久吃惯了山珍海 但他却对孙承潇的手艺连连不断地夸赞 我这个人生第一次在 不是葡萄牙餐厅 你吃到葡萄鸡 真的 拿走点那个酱 那个酱特别 好的 那个酱弟弟 你真的还原了 我都直接打算喝你这个酱了弟弟 不管是之前美人一份的家乡特色菜 还是在综艺里一个人掌勺做了13个人的饭 大家这才意识到从前真的冤枉金沙了 而除了会做饭 孙承潇对金沙从来都是说到做到 上节目曾说要用赚的钱 得姐姐买五斤说买就买 在部分积蓄 然后买点买点五斤 结婚那个不是有五斤吗 当时网友都觉得孙承潇的金根本拿不出手 结果赚人生第一桶金之后 他真的给金沙买了金项路 孙承潇从来不是会给姐姐发大的 因为他知道所有人都让金沙提防他会付钱 孙承潇直接当着镜头的面表 是需要婚前财产公正 婚前财产是否需要公正 需要公正 公正了 心清楚楚比较好 公正之后又不会到我兜里了 你来管钱 几千块吧 几千块可以付 你就领零花钱是不是 对的 虽然孙承潇才二十出头 但他并不会因为网友的蜡瓶自立内好 孙承潇不仅不会给金沙带来负面情绪 反而还能给他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你怎么快来呀 我给你送男议员来了 我刚刚被轮空了 被轮空了 对 各个人都来拒绝我 你是雪中送看了 你表白 我拒绝 是这样的剧本 你老的 一个在笑一个在闹 这下终于明白沙姐这么多年吃的有多好 你不计算 这么多 Home 我烦闹的